嗨 大家好 我是波敏 這兩款就是三立四他們的當家主力燈 一款是CC3 一款是CC4 這兩款真的長得非常的像 那其實很多人都搞不懂他們兩個之間的差別 很多人聽到CC3跟CC4就好像 iPhone 6 iPhone 7 好像就是CC3一定是前一代 CC4是後一代 所以就買CC4就好了 其實不太對 因為CC3跟CC4不一定CC4是完全取代CC3 因為CC4出來之後 其實反而CC3的銷量並沒有比較少 那原因就是這兩款它各有各的優點 那我現在就來比較給大家看 那我先打開CC3 這是硬殼的收納包 然後打開之後 燈就在這裡面 它就長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電源輸出 這邊是電源輸入孔 然後呢 它還有附充電線 一樣這個充電線附得非常的棒 它是安卓跟蘋果是同用的 雙用的 這是好東西 然後呢 它多了一個 遙控器 這個遙控器它還可以當手電筒 它還可以當手電筒 那我們來看一下CC4 CC4它打開 它一樣 其實非常像 有沒有發現 非常像一個硬殼的包 打開之後 你看幾乎長了98%都很像嘛 它也有附這兩個頭的充電線 一樣有USB的輸出孔 跟 輸入 輸出孔跟輸入也都有 所以其實都非常像 但是呢 CC4沒有遙控器 CC4沒有遙控器 好 CC3才有遙控器 CC4沒有遙控器 那有些人會問說 那有沒有出別的顏色 有 答案是有的 CC3它有出一個迷彩色 但是它的經典色系 還是這個黑金色 那接下來 第一個 它們的開關都是在後面 然後它也都可以掉 然後它也可以吸鐵 吸在 這個 這是可以吸的 這是有磁力的 是可以吸 吸在那個鐵上面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燈色喔 它是 556米 CC3是556米 很亮 閃 好 再來一次喔 中 強 弱 紅光 然後閃 紅光 關閉 好 換 CC4 中 強 弱 紅光 閃 一模一樣對不對 你看 兩個燈色 CC4會再稍微偏黃一點 好 但是呢 重點來了 CC3它只有這個燈色 但是CC4 當你有亮的時候 你長按 變成白光 長按 變成黃光 所以它只有黃光跟白光的差別的喔 也就是說 CC4它有兩種色溫 這是它的優點對不對 那有優點也有它的缺點 好 它比較耗電 它比較不耗電 CC3 因為它只有單色燈珠 它比較不耗電 CC4 它因為是雙色燈珠 它這種雙色環狀燈珠 所以它比較耗電 兩個同樣都是 9900毫安培的電力 但是最亮的狀態 CC3可以撐11個小時 它 CC4只能撐6個小時 OK 好 這就是CC3它的優點 這也是為什麼 CC3的銷量並沒有比較差的原因 就是持久性 好 再來 附加功能 CC3它有遙控器 它的遙控器除了可以當手電筒以外 它還可以 遙控器的優點就是 當你今天如果是在寒流的時候 身體全部被睡袋捆綁住了 你只需要用遙控器 你就可以把燈關掉 你不需要再跑出去 關那個燈 然後關完 關完 關完 今天怎麼一直這樣 然後關完燈的時候 關完燈的時候 你不需要跑出去睡袋 然後呢 關掉燈的時候 然後再 再摸黑去睡到睡袋裡面 你只需要拿出一隻手 把你的燈關掉就好了 但是呢 當然它也有缺點 就是遙控器容易弄丟 這就是 這個如果弄丟了就沒了 好 再來 我們來介紹 CC4 CC4 它沒有遙控器 但是它卻 標榜了一個功能 叫藍牙 什麼叫藍牙 好 它是用微信來控制 我們來實際操作CC4 連接到微信 因為它沒有遙控器 所以它必須要用微信的應用程式 去做一個控制 那我們首先呢 下載微信 我們要找一下三立四的 我們要加入它的微信公眾號 三立四的微信公眾號長這樣子 我們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啊 最下面有一個 智能硬件 智能硬件把它點進去 它身邊就跳出一個CC4 把它點進去 CC4 好 然後咧 這邊就開始搜尋設備了 搜尋到了 我們就按控制 CC4藍牙板 OK 控制好了 我已經配對好了 這就是它的畫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在這裡表演給大家看喔 你看 我按這裡電源 打開 有沒有 然後呢 打開之後 它這邊有顯示 目前的那個電量是滿格的 亮度調整 在這裡 越來越亮 越來越暗 越來越亮 越來越暗 好 還有更厲害的 它這邊可以調色溫 我從黃光 我調到白光 調到白光 調到黃光 從2700K到6500K 可以隨便我調 然後咧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 紅光 SOS 然後 還可以 定時喔 你看一下 還可以定時 綜合以上判斷 這就是CC3跟CC4 它們之間 詳細的比較 然後 簡單的講 CC3只有單一色溫 然後它是用遙控器 然後呢 它的持久性比較長 最亮狀態可以 撐11個小時 CC4它是用微信公眾號裡面的 應用程式來 它可以有白光到黃光都可以 它是雙色燈珠 所以比較耗電 所以持久性只有6個小時 但是呢 它的亮度是580流明 會比550流明 還要再更亮一點點 然後 我會給建議就是說 因為藍牙齁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功能 其實連接藍牙好用歸好用 但是如果你今天 拔山到一些山區 它是沒有網路的時候 這個功能就等於是沒了 所以說 這個要自己判斷 自己使用的環境 各有各的優缺點 那我個人會建議 如果你今天是比較在意 長時間使用 還是買CC3 那如果你今天是對於色溫 常常有時候會想要白光 有時候又會想要黃光 想要調的 那你就是用CC4 各有各的優缺點 就這樣子囉 掰掰